兩起大車引起的交通事故 先來看到彰化和美的這台遊覽車 要準備回轉的過程當中 疑似是機械故障 直接撞進了民宅當中 好在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監視器畫面拍下 遊覽車在道路缺口要回轉 但怎麼轉著轉著 竟然直接撞進民宅 民宅主人一回家 看到自家門口插著一輛大型 遊覽車超級傻眼 遊覽車當時疑似車速控制不當 衝入民宅還卡在門口騎樓 遊覽車的車頭前擺著一包乖乖 駕駛說車上原本在有遊客 要去進鄉 但發現車子有問題 跟車行聯繫 換車接駁之後 要回轉去保養場 結果卻撞上民宅 還好當時車內都沒有乘客 只有駕駛 也沒有人員受傷 司機並沒有酒駕情勢 至於是否是機械故障 詳細的造勢原因 警方還要再釐清 記者林一峰 彰化報導 本集會 和平時車上部 雲 農 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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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